是谁把ginto跳得这么油腻 OK 我分成三点把你这个动作变得不那么油腻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错误 就是你的胯和你的上半身一起去动了 1&2&3 你要把你的上半身不动 只动你的胯去往前顶 1&2&3 好 第二点也是丑的关键 就是你这个手非得去戳你这个胯 1&2&3 就像是你要怼死自己一样 不要那样啊 这个手呢随着胯一起动就可以了 1&2&3 它是其实它是不用上下去摆动的 上下摆动就是略微的有一些丑啊 不要这么做 来 第三点啊 怎么才能有力量感呢 首先啊你要明白它是什么样的力度 它是爆发力 控制力 还是弹力 那很明显它是属于一个爆发力的状态啊 看怎么练习这个爆发力的胯部动作呢 就是有一个手啊推到你的这个胯部这里 然后呢把它往前去送一下 卡 end 卡 end 然后结合呢这个舞蹈动作去练习 来试一下啊 5 6 7 走 1&2&3 OK 然后啊你不要一个方向去做这个动作 你要分成三个方向去 左面一个 前面一个 右面一个 这样给一点层次感 你这个动作就会变得好看一些 咱们跟音乐去练习一下吧 快去练吧 然后评论区交的业 得音